每一个图画,每一朵小花都是小朋友亲手制作的 除了爱情卡片,还有特别的点心 虽然孩子们不是专业的画家,也不是专业的厨师 但是他们希望可以学习拔苦娱乐的精神 为照顾户带来一份温暖,一份爱 我拍四个Rabbit,三个Rabbit 我们要干什么给他们? 欢喜,爱欢喜,欢乐 所以你记得拉着你的笑容 然后你的笑容就是给他带来欢乐 能为别人服务的孩子最有福 眼前这13位安亲班孩子 都是在命好不如习惯好的运动中 得到满400分的好学生 为了奖励他们 孩子被委任到照顾护家中当宋爱天使 我先哈喽啊哥 哈喽啊 哈喽 眼前这位阿嬷今年已经80高龄 是个喜身病患 她的儿子则不幸中风,导致半生不遂 孩子们送上点心并亲自卫时 为母子俩带来了满满的爱 一首简单的歌曲带来了欢乐和勇气 让阿嬷感动得流下的眼泪 哈喽 哈喽 她喽 王 EU joka爱啊 阿嬷 加油 我不和你们 Kahú 老什么 因为他们生病 所以要给他们勇气多一点 还有给他们加油 生活中没有过不去的苦 相信阿嬷和儿子并能带着孩子们的祝福 让晚年的岁月火出精彩 打爱新闻 胡辉分黄翠雪 马来西亚冰城赛方报道